目前台湾每年都从国外进口大批杂粮 为了鼓励地产递销的概念 发展台湾农业 农粮鼠辅导农民转做各式杂粮 以国产大豆来说 不管是黄豆或者是黑豆 都相当优质、新鲜跟安全 又是非基因改造的食品 农粮鼠南区分鼠2018年12月14号上午 特别跟丰联社选择在台南市胜利国小穿堂 共同举办一场国产豆浆入校园的行销活动 一开始就邀请胜利国小的管弦乐团演奏炒热气氛 那我们希望能开拓更多的这些多元的产物 让更多消费者能来使用 包括我们现在也推出了黑豆腐 各位以前看到的那个豆腐是白色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经过厂商调配 利用我们国产的这些黑豆 做出来的黑豆腐 即将在年底或是明年初要上市 我想这个可以一番新的耳目 来看到我们不同的这些产类 做出来的这些成果 农委会农粮署表示 这项国产豆浆入校园的活动 从今年7月底开始展开 已经有台湾南部13个国小参与 除了带领学童到产地 了解大豆栽培 生产跟加工的过程之外 还举办了16场豆浆试喝活动 希望鼓励全台湾的学童 能够多喝新鲜美味的国产豆浆 感谢农粮署与东气胜利国小合作 办理这次的国产豆浆入校园活动 让我们小朋友可以亲身体验 甚至礼拜二还让我们小朋友 到产地去采豆 让小朋友了解我们这个整个 豆子的一个豆浆的来源 真正是无机改 没有污染的一个豆浆 对我们实义教育非常重要 为了让国小学童 能够以轻松快乐的方式 了解国产大豆的栽培方式 台南市胜利国小 还特别安排三年三班的同学 有老师在课堂上 用投影机播放数位影像 解说农粮署 今年特别制作的餐桌上的 豆豆故事绘本 希望让小学的学童们 能够爱上豆浆 天天喝豆浆 豆奶开始 这里的豆奶都是使用 火产非基因改造的大豆健康又安全哦 好喝 怎么好喝 它味道甜甜的 我觉得很冰冰凉凉的 非常好喝 很香很好喝 我希望小朋友可以多吃大豆类的食品 因为大豆有增加他们蛋白质 所以可以让他们的营养均衡 然后有助于他们在发展中的身体可以更加强壮 农粮署南区分署长姚志旺不断的推荐 大豆是优质的杂粮作物 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跟矿物质 可以满足民众对食品营养的需求 让学童健康成长 目前已经协调南部许多国小购买国产豆浆 将国产豆浆扩大推广进入校园 让一般民众也能够多多购买国产豆浆制品 落实农委会农粮署的大粮仓计划 以实际的行动 支持跟发展台湾本土农业 感谢观看